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继续讲 世情论是所造的阿毕达玛居士论 阿毕达玛居士论总共分为八品 其中现在我们所讲的分别各 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这里面前面已经讲了一些新说 今天就是讲四不同之一体 表面上看来是不同的 实际上是一体的 也就是说这个新说 在这个优势总的观点来看的话 这是那个 也就是四不同之一体 就是四不同之一体 然后那个经部总 也就是说这个随理经部总 优部 他们的观点的话 就是新和新说 应该是这个一体的 就是一体的 然后那个随教经部 认为是这个新和新说 就是是这个他体 就是也有这种观点 那么这里呢 就是说 颂词里面是这样讲的第四个问题 就是今天就是讲第四个问题 四不同之一体 行与信所及有意 有远有信 与相应 相应也有五种意 它这里字面上的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 有些这个经典里面呢 就是说是这个信 还有一些经典里面呢 就是说是这个义是义 还有一些经典当中 这个说的是 就是 那么这个信和义是三则呢 就是只不过是明相上不同 就是按照那个据手论 有不宗的观点的话呢 只不过是明相上 这个信和义是不同而已 实际上呢 就这个是应该是一体的 就是一体的 你们也可能记得 就是有关这个信和新说 尤其是这个信和义是吧 就是这三则方面的这个差别呢 就是在这个是大圆满 信心修习大书里面 信心修习大书里面呢 就是讲的这个比较细致 就是就引用了这个大乘的一些 这个就是就是焦点吧 就是然后呢 就是也讲的比较这个细致 所以他这里说 这个信和义和是 就是这三则呢 就是实际上是一体的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体的 一丝不同的 也就是说是明相不同的 这种现象呢 比较多的 比如说这个信和新说 也是这个一体的 是和义是和义呢 就是也是是一体的 还有这个有义啊 有缘啊 有相啊 相应啊 这些都是信的一些别名 信的一些不同的名称而已 因此实际上呢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这个不同的 但是这个从义上来讲的话呢 就是应该与这个信和信索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一致的 就是一致的 所以呢 他这里这个 就是然后下面呢 就是光是这个相应 就是相应呢 就是也分了五种 就是将这个问题 这个说明 就是在我们颂词当中呢 就是也比较这个简单吧 就是这样讲的 然后我们这里 这个信和义和是 这三则的话呢 就是一般说有些 有不宗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叫这个 他这里的这个 所谓的信呢 就是指的是 这个是 就是前面我们这个信索当中 是有一种这个思维 思维呢 就是有不宗 就是认为是 这叫做是这个信 然后这里的这个义呢 就是作为这个作义 就是我们对这个 外境的这个作义呢 就是称之为是义 然后是呢 就是愿外境的这个信实 愿外境的这个信实呢 就是称之为是是 就是有不宗呢 就是也有这样的 这个分析法 然后那个 经不宗吧 就是经不宗的观点的话呢 这个应该有这样的 这个分析 说那个积累 积累一切习气 积累一切习气呢 就是称之为这个信 就是积累一切信气 然后这个 一切信实的所以 就是一切信实的 所以的原因呢 就是称为这个义 就是义 然后这个 他自己呢 就是称为这个 执着外境的这个能义 就是因此呢 就是称之为是这个事 所以 经不宗的有些这个观点当中呢 把这个信和是义呢 就是分别积累习气和 然后这个所以和能义 就是能义 这样来分析 还有些里面呢 就是说这个过去的呢 就是叫那个信 然后现在的呢 就是叫做这个意识 就是识吧 就是识 然后未来的呢 就是叫这个义 就是用这个三个世界方面来分的 就是经不宗的观点当中 也有这种这个现象 就这样分析的话呢 就是也可以 然后那个威士宗吧 就是威士宗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信呢 就是指的是这个阿兰耶 就是指的这个阿兰耶事 就是阿兰耶这个本体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信 然后这里的这个义呢 就是这个然无义事 就是这个义呢 就是指的是然无义 还有那个是吧 就是这个是呢 就是就是称这什么 这个六种这个事举 就是六种这个事举呢 就是称为是是 就这样分析的话呢 也按照那个这个威士宗 就威士宗的这个观点的话呢 就是也有这样这个分析的 所以他这里的话呢 也就是说这个信和义和事 实际上是是一体的 当然我们这个 就是有关这个信和义所一体 和他体方面的这个观点呢 就是有关在米勒乌论 和其他的有些这个讲义当中 也是有详细的分析 我在这里呢 就是不光说 而中而言之呢 就是他这里这个信和义和事呢 就是实际上是是一体的 然后这个信是呢 有时候呢 就是称之为这个有言有相 就是这个呢 我们这个 也可以下面在讲那个 讲义的时候 也跟大家这个 随便介绍一下 下面就是在讲义里面 就是行义是三则 人们 就是人们说起来 好像是分开的 那么实际上是 他们是一个意思 还是是不同的意思呢 行和义是呢 就是是一个意思 就是他这里呢 就是行和乡所 也就是说 这个行和乡所呢 就是从这个一体的方式来 这个解释的 这是名称不同 他这里 居士伦的这个 将罗特王波的这个 这个讲义当中呢 就是这个心和义是和 这几个呢 就是这样分别解释的 这个实际上是 居士伦大书里面 也是这样分析的 心皆辨别三不三当法 就是所谓的这个心呢 就是他这里 这个是一般有识众 都是这样认为的 这个三和不三的法呢 就是辨别的话呢 就是这叫做是这个心 义为了知色当法 就是那么所谓的这个义呢 就是指的是了知 这个外面的这个色生相闻 当一切这个法 就是这个是所谓的这个 什么呢 就是是这个义 然后了知所愿 就是了知这个所愿 就是比如说 他这里这个外面的这个 外面的这个色法方面呢 就是他是从这个了知 就是义呢 就是指的专注方面 然后了知这个这些所愿呢 就是是一意的 不混杂而了知 不混杂而了知呢 就是称为是 所谓的这个了知 也就是说是 正如行等三者是一个意思那样 行行所有意 他这里这个有意呢 就是一切是 就是依靠我们的这个 就是依靠这个流根 就是然后这个产生这个是吧 就是产生是 也叫做是这个有意 然后这个有缘的话呢 所谓的这个信呢 就是他可以这个愿外境 就是因此呢 他的名词上面 也叫做是这个有缘 然后他这里这个有相呢 就是有这个信相的 他这里有相呢 并不是说是像 金部宗所承认的观点一样的 就是真正的这个能取相 和索取相 就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他这里的这个有相呢 我们前面也知道 所谓的这个有不宗呢 就是他执着外境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相呢 就是不像金部宗那样 有能取索取的相 就是这个是没有的 但是更和外境呢 就是以这个 也就是说是 以借助的方式来 这个制作外境 就是以这种方式的话 他这里的这个相呢 就是指的是 比如说我们制作这个外境的 蓝色的时候呢 就是他制作这个蓝色的 这种信相呢 就是称之为是 这个有相 因此呢 这个信也叫做是有相 为什么呢 他这个去外境的时候呢 他有一定的这个相 就是有信也可以叫有相 然后这个相应吧 就是相应 相应呢 就是相应 就是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他这里这个相应 和上面的优远啊 信啊 信索啊 就是全部是这个 是不同这个名词而已 实际上呢 就是全部是一个意思 原因是信和信索 依靠六个呢 源于外境呢 蓝色党这个想 一无种相应 平党二主 就是也就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是这样呢 就是他是 依靠呢 就是这个 依靠这个信和信索 然后呢 就是有愿是什么呢 就是愿这个外境 还有呢 就是他有这个 他的蓝色的相 白色的相 当当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相 以无种相应的方式来按住 因此呢 我们为什么叫这个信呢 就是有眼 又叫这个有信有相 又叫做是那个 这个相应 就是原因是这样的 那么下面呢 他这里已经讲了 这个无种相应 就是无种相应 信和信索呢 就是以无种相应的方式来存在 希望大家这个无种相应呢 也应该这个记住 因为我们这个信和信索呢 就是在按照有不种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他是 不管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应该这个 以无种相应的方式来存在 那么他这里说是 那个 极更这个相应 就是信和信索呢 就是与这个更相应 为什么说这个更相应呢 比如说他的这个信往呢 就是依靠严根 然后呢 就是信往这个依靠严根的时候呢 就是他的这个信索呢 就是也是依靠这个信 依靠那个 他的这个信索的话呢 就是也是依靠这个严根 就是他不可能是那个信往呢 就是依靠那个严根 然后他的信索呢 就是依靠必根啊 就是这种方式的话呢 当然是不相应这个方式呢 就这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此如果你的这个信往 依靠严根的话呢 那么这个所谓的信索呢 就是他也是必定是依靠 这个你的严根 因此这叫做是这个更相应啊 就是更这个相应 然后这个所缘 所缘近相应 所缘近的话呢 比如说你的这个信 信呢 就是执着这个外境的这个柱子的话呢 那么就是 这个信索呢 就是这个时候的信索 就是并不是所有的信索 执着外境的 这一点我们应该这个会明白的 那么这时候他的这个 与他相应的这个信索的话呢 就是他也是执着所缘的这个外境 就是只有这个制作柱子 他不可能是制作这个其他的这个法 就是这叫做是这个所缘近这个相应 然后蓝色的这个蓝色的那个相相应 相相应的话呢 我这个这个柱子是如果是这个蓝色的 就是刚才大的 我们刚才大的这个所缘近呢 就是是柱子 就是这叫做是所缘近相应 然后这个制作的柱子的这个相呢 就是柱子是一个蓝色的相 就是我一般看到的柱子 全部是那个红色的 所以呢经常那个就是只有柱子的话呢 就是全部用这个红色来比喻 就是应该是这个有蓝色的那个柱子 就是如果是这个蓝色的柱子的话呢 就是所缘近是柱子 就是这一点大家知道 就是这个时候呢 信和信索也是会这个相应产生的 然后这个如果我这个柱子呢 就是是这个蓝色的柱子 就是然后蓝色的柱子 它是大的这个柱子 或者小的柱子的话呢 这个时候的这个相呢 就是实际上是信王和信索呢 也是是同样的这个产生 就是不可能是那个 这个信王呢 就是制作的这个蓝色的柱子 然后信索呢 就是制作是白色或者是红色 就是这也不可能的 因此它的这个相呢 就是也会这个相应的 然后这个世间吧 就是世间这个刹那相应 就是世间这个刹那相应 世间刹那相应的话呢 它这里这个信和信索呢 就是是同时这个生的 就是同时这个灭的 就是不可能是这个心呢 就是第一刹那相应是产生的 然后信索呢 就是第二刹那相应 还在这个不断地住在这个世间上 就是不可能的 就是所以同时这个生灭 这叫做是这个世间刹那这个产生 然后这个没有事物相应 没有这个事物相应的话呢 比如说我这个柱子呢 就是希望就是所得到的这个快乐的话呢 就是它的这个信索呢 也得到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甘树吧 就甘树方面的话呢 就是依靠这个柱子呢 就是我这个信和信索呢 就是产生那个色树 就是或者是乐树 乐树的话呢 就是信和信索 在这个信信这个 依靠这个柱子产生的那种这个乐树的话呢 那么它的这个群体当中 所产生的这个信索的话呢 就是也是这个有乐树这个甘的 乐树甘的信索 就是并不可能是依靠这个柱子呢 就是我的希望呢 就是带来一个快乐的这个事物 然后呢我的这个信索呢 就是获得一种这个痛苦的这种这个感受 就是这种这个 这叫做是不相应 就是所以这个事物相应的话呢 凡是这个信和信索 它自己的本体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 与这个信和信索呢 就是是相应 就是获得一种这个相应 因此它这里呢 就是已经讲了这个五种这个相应 就是五种相应呢 一般来说这个 我们这个下面就是讲这个 其他品的时候也是是经常 当然这个据事论里面的 所谓的所有的这些内容呢 就是经常这个 最好是这个全部能记得到 但是呢就是有些地方呢 就是也是特别重要的 尤其是这个五种相应呢 也经常说是这个信和信索呢 就是因为五种相应的方式呢 这个产生的缘故 就是有时候呢 就是在据事论经常提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不懂这个五种相应的话呢 哦五种相应是指的是 哪些呢 就是是不是跟那个 馒头与这个素材相应 就是牛肉与猪肉相应 就是那这样就就完蛋了 就是就没有这个 记者据事论的 真正的这个含义和观点 所以这一生的话呢 就是一般这个 我们这里这个讲五根的同时呢 就是因为这里呢 就是要介绍这个一根和这个信根 这一根和那个五根吧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已经宣讲了 所谓的这个信的这个产生 方式 心的这个产生方式的时候呢 就是信和信索呢 就是已经这个分别 总而言之呢 我们这个前面就是按照这个巨石论 自重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已经这个讲了什么呢 就是前面 大家都知道 就是按照这个巨石论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三世这个 前面就是首先就是讲的 这个这个十种这个变心法 就是什么这个十种变大地法 就是十种变大地法 然后呢就是 就是讲了这个 就是十种这个大三法 就是十种这个 就是十种就是大三地法吧 就是十种这个讲了就是大三地法 然后讲了这个六种 就是大烦恼地法 还有这个十种呢 就是小烦恼地法和 就是两种这个不叛法 就是前面就是讲了 就中共呢 应该是这个三十八个星所 就是这是那个 就是他这里这个决定 决定信这个参生里面就是讲的 然而这个不定相应里面呢 就是已经讲了 就是八种这个不定这个星所 就是八种这个不定相应所 也就是说 这个巡和色 还有呢 就是睡眠和 呃 睡眠和 呃 这个不不包括那个里面的 就后悔 对就是 呃 这个呃 这个随眠和后悔 呃 然后再加上是 我们这个根本烦恼里面的 就是谈性 呃 诚信 我慢 这个呃 怀疑吧 就是中共有八种这个不定 这个不定性就是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巨石轮的这个 呃 自踪里面 呃 也就是说这个小小镇阿比达姆 这个自踪当中呢 就是讲了这个多少个星所呢 应该是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决定性的就是三十八种 然后这个不决定性的呢就是十八种 就是中共呢就是四十六种 啊就是四十六种 就是我们这个呃 就是小城阿比达姆里面呢 就是讲了这个四十六种这个星所啊 就四十六种星所 这个呢大家应该记住 然后那个大乘阿比达姆当中呢 就是我们这个巨石轮这个杂死这个阿比达姆当中呢 就是已经讲了这个五十一种这个星所 五十一种星所呢 就是前面就是所讲的 我们这个十种这个变大地法里面的就是 有这个五种呢 就是我们讲了就是五种这个变性法 就是五种这个变性法 然而生育的五种呢 就是像念啊 慧啊 地呢 就还有那个就是对就是这些呢 就是他们认为是这个不一定是 每一个星所会呢就是会出现的 因此这五种呢就是叫做是五种这个别境法 就是了别这个外境的就是 五种这个了别外境的法 然后呢就是讲了这个 就是六种这个根本烦恼 然后那个讲了二十种 这个我们有时候这个称为叫做是这个碎烦恼 就是碎烦恼也可以说 再加上是这个十一种这个大三地法 就是十一种这个大三地法 或者是这个十一种这个善性也可以说 然后这个四种不定法 就是四种不定法 这样的话呢就是边心五个 然后是别境五个十个了 就再加上是六种根本烦恼的话呢 就是十六个了 然后那个就是就二十个 这个睡眠烦恼的话呢 就是这个三十六 再加上是十一个三法吧 就是十一个三法的话呢 就是刚才这个二十六种三十七 三十七加上那个四种不定法的话呢 就是五十一种星所 就是这是那个大成阿比达摩里面 就是分的那个四十五十一种这个星所 这一点 蒙蓬仁波切在智智如门当中 也是这个还是这个分析的 这个比较这个细子 就是因此我们在这里呢 大家也应该明白就是大成和小成 对这个星所的这个不同数量吧 就是不同数量 就是这个呢 就我们以后如果能讲成那个 蒙蓬仁波切的这个智智如门的话呢 智智如门里面就是五十一个星所的 这个他的这个分析呢 就是讲的这个比较这个细子 总而言之呢 就是他这里这个星和星所呢 就大家也应该这个清楚 这个所谓的这个星呢 就是他是有这个相续的 就是然后按照这个幽不宗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星所呢 就是他没有这个直接的这个相续 就像是他们认为呢 就是这个他呢 就是没有这个相续 就像我们这个身影 就是身影的话呢 就是幽不宗认为是他没有这个相续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所谓的这个星所呢 就是他这个每一个这种这个星所呢 就是必须在这个诸心当中这个产生的 然后那个所谓的这个星王呢 就是他有一定的这个他的这个相续 就是这也是他们的这个一种这个观点 就是一种这个观点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星和星所 尤其是这个星所呢 就是刚才讲了 就是也有这个51种这个分析方法 也有这个48种 就是46种 46种这个分析方法 还有呢 有不宗的观点 其他里面就是 已经讲了这个24种这个星所 然而24种星所 加上这个刚才前面 《据事论》当中所讲到的 46种这个星所 就是 那么就是这个呢 就是认为是他们的这个 室有的这个星所 就是室有的这个星所 就是那么这个是中共是这个70个星所吧 就是70个星所呢 认为是这个室有的星所 还有再加上是一种这个 七个那个家里的这个星所 就是中共呢 就是他们认为是这个77种 家里的这个星所有7种 室有的这个星所呢 就是有这个什么这个70种 就是当然也有这种这个算法吧 比如说他那个家里的一些星所的话呢 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奸啊 就是这个无名之类呢 就是包括在这个呃 前面的这个呃 始终这个大边地方里面的 有些这个智慧的分裂啊 就是愚痴的分裂啊 就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他没有单独的这个尸体 就是应该是前面的星所里面分出来的 呃 所以我们这个根本烦恼里面也是 刚才这个贪心 就是刚才这个贪心 还这个怀疑 就是这些呢 就是刚才这个不定的这种星所里面已经包括了 然后那么为什么是他这里这个无名和 还有那个贱啊 这些为什么不分呢 就这个原因是应该 呃大家都知道就是他这里的这个贱呢 就是呃 应该在这个智慧里面就是 智慧里面呢就是有这个恶见和这个正见 因此这个呃 在根本烦恼里面就是为什么是不分那个贱呢 就是贱他就是单独没有分类的原因呢 就是他可以包括在这个呃 就是前面的这个变大地法当中的 然后那么这个呃 这个流众根本烦恼里面的这个无名 为什么是这个不分类呢 就是无名呢 就是他前面不是我们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大烦恼地里面呢 就是将有一个鱼尺 就这个鱼尺里面呢 就是已经包括这个无名 所以呢 我们平常所谓的这个流众这个根本烦恼 也是实际上是包括在就是前面的 或者是大烦恼地 或者呢就是这个 这个失重变大地法里面就是 应该是这个包括的就是 所以这些呢 就是大家也应该知道就是 就是这个心和心所的这个分析方法呢 就是非常重要 就是大乘和小乘呢 就是虽然就是有一些 这个心和心所的这样的不同的分类 但实际上呢 就是基本上他们的这个分析呢 就没有很大的这个差别 而这以上呢 就是讲那个这个心和心所吧 就是我们整个这个所有的有为法呢 就是他包括在这个心法和这个无情法 就是还有呢就是不相应法 就是这三个里面就是所有的这个有为法 就是有为法呢 可以包括在就是这三个法当中 就是因此这个所谓的这个心法呢 就是他就包括这个心和心所 就是心所呢就是分了这么多 就这些呢 应该这个现在有些这个 这个法师的话呢 就是立一些标 就是他那个按照那个 有不懂的观点来立一些标 就是但这种分析方法也是 不错的 我以前呢就是这个知之如门的 有些这个标啊 就是就立的还是特别多的 但现在都一直抓不到 就是有时候呢 就这些是按照那个大臣阿比达默的 这个心所的这个标 就是然后这个小臣阿比达默的 这个心所的标 然后呢 中共那个小臣就是有不懂的 这些里面的这个标 就是合起来的话呢 就是大家可能就是便于理解 就是有时候就是比较方便一点 中而言之这上面呢 就是这以上呢 就是前一段时间 我们讲的这个心的这个参生方式呢 就是一定这个讲完了 就是下面呢 就是不相应法的这个参生 就是第二个问题 不相应性的参生治理 分散 就是第一个是这个掠索 广受色异 就是对这个分散 就是那么就是这个三个呢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讲这个掠索 掠索呢 一切不相应性者 得损 得损 非得欲通美 无相二定 明法相 明称之举 当夜色 他这里呢 就是讲这个不相应法 就是不相应性 不相应性呢 就是这些名词呢 就是也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这个搞明白 就是我们前面讲了 一个是无情法 就是无情法呢 一般都没有这个生命的 这些法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无情法 就是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 然后呢就是心法 就是心法呢 就是心和心所里面包括 然后 有始终呢 就是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呢 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事物的种类呢 就是千差 这个 就是可以说是千差万别 就是特别多 这样的话呢 他认为这个 就是不仅是有一个叫做是无情法 还有一个叫做是这个有心法 还有呢 就是心和这个 外境的这个无情法里面 不包括的 就是也有很多的法 就是因此呢 就是这里面就是安定了一些 这个不相应性啊 就是不相应性 他这里不相应性呢 与心和心所不相应性的 就是与心和心 心所呢 就是不可能这个相应而参生的 这个一般无蕴当中的话呢 就是我们前面也知道 这个 这个无蕴里面呢 就是有一种这个相应性 和不相应性吧 就是不相应性呢 就是实际上 它包括在心蕴当中 心蕴里面呢 就是相应性 相应性呢 与这个前面所讲的 这个心和心所 然后不相应性呢 就是与心和心 心所呢 就是根本不相应的 他自己呢 有一种独立的这种事物 就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这样的这个不相应性 是有多少呢 按照那个 由不宗 也就是说 小乘阿比达摩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他承认这个 据事论里面 讲的十四种 这个不相应性 是哪些呢 就是他这里说 一切不相应性者 也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这个 所有的不相应性 是有多少呢 就是有十四种 那么十四种呢 就是得损 就是他这里这个得损 我们前面不是经常讲这个得损 这个唐僧这个翻译当中呢 就是这个说的是义 然后现在的这个 扎汉大词典 还有很多的一些 新的那个据事论的 有些艺术当中呢 就是这个叫做得损 就是得损的话呢 就是其实他以前的顾问当中 也有这个得损 为什么叫这个得损呢 因为这个小乘宗 这个所谓的这个得损呢 就是这是这个 完全是有十种的 一种这个观点 就是有十种的一种这个观点 虽然我们这个 大乘呢 就是也承认一种这个得损 但是这种得损呢 就是与他们的这个说法的 事由呢 就是完全不相同的 所以他们认为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得损 我们前面前面也 讲了吧 就是在大象上面呢 就是比如说拖东西的话呢 这个东西呢 最好都是不要掉下来 不掉下来的唯一的方式 什么呢 就是用孙子呢 把他那个得住的 就是用孙子呢 就是把他得住的 那么这个大乘和孙子之间的 这个有一个得的 这个孙子那样的这个关系呢 就是这个 也不是这个大象和那个 他的心理呢 就是用孙子来这个连着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 我们就是任何人呢 就是获得什么样的东西的话呢 就是中间有一个叫做是得 就是 那么所谓的这个得呢 就是是有的 就是他认为 比如说一个出家人的相续当中呢 就是获得了这个戒律 获得了戒律的话呢 那么戒律和这个出家人之间 这个联系的这个事法呢 就是能连接的这个事法呢 就是这个叫做是这个得损 就是他们认为如果这个 没有这样的一个得损的话呢 那么这个出家人和这个戒律之间呢 就有什么来就是观念呢 就是没有这个人和这个联系呢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很容易就是出家人和这个戒律之间呢 就是容易这个脱开 所以呢 以这个原因呢 就是他中间就是加一种这个得损啊 就是他加这个得损的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呢 就是是这样的 但是这样的这个得损呢 这个呢就是是完全是 也可以说是有始终的一种这个观点 有始终是为什么是这样这个创立一个观点呢 就是就是我想应该是在这个据手论知识当中也是有 佛经当中是有这样的 佛经里面说是 若这个具有事法再获得 再获得这个无止阿罗汉果位 就是他那个如果这个据种事法 据种事法呢就指的是 把正道和把正道上面就是加上解脱和解脱之间 就是他说如果一个人呢就是获得就是具有这个释法 具有释法的话呢 就是他一定会是获得了这个 断除的五种之分的 就是五种之分的阿罗汉果位 五种之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下面第五品里面 第五品里面吧 应该是第五品里面 第五品里面所讲的有一种 叫做是那个 就是什么这个 下顺这个下顺之吧 就是下顺这个 他说是如果这个一个人呢 就是获得了十种这个法的话呢 那么他的相续当中一定会是这个获得阿罗汉果位 那么这里有一个得子就是 所以他们这个优势宗呢 认为是在佛经当中有这样的这个得 因这个得的原因呢 就是最后他们在宗派当中呢 就是安立一个得 就是得孙呢 就是从他的这个来源呢 就是是这样来的 因此很多的那个 有些高僧大德呢 就是认为这个据实论呢 就是不是这个 既不是这个佛陀造的 也不是这个目犍连当阿罗汉造的 因为呢 佛经当中有这样这个千千万万的一些次举上 不应该是光有一个得子呢 就是这样这个无解 因此这个据实论呢 就是说是这个凡夫人所造的 就是尤其呢 就是以这个得孙呢 就是利用 但实际上呢 就是他们这个优势宗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得呢 就是比较麻烦的 就是我们这个据实论当中呢 就是最比较难懂的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得孙 就是得孙的这个 未来过去的得孙呢 就是前面可能还要回降的 就是 所以这个得孙呢 就是是最难懂的一个问题 那么实际上这个大乘的话呢 就是他就得结的话呢 就是他没有所谓的这个接体和 什么这个菩提加勒之间的话呢 没有什么其他的观念的这个东西呢 也实际上是可以这个 就是得这种接体 就是他没有必要另外一个法呢 就是非要就是把它们连在一起 就是也不一定需要这样的 所以他这里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得啊 就是所谓的这个得呢 就是他这里认为这个 这种得的话呢 也不是心法 也不是非心法 应该就是有一种 与心和不相应的一种法 就是这叫做是得 然后就是得孙 还有呢 非得就是我没有得到什么的话呢 就是这也是一种实体 就是他认为这个非得 还有这个同类啊 就是同类 同类之心呢 就是下面都是每一个的 还有这样就是 然后这个无相啊 就是他这个无相定和二定 然后这个神明 还有这个法相 就是法相的话呢 就是他就什么生主灭 就是有四个相已经具足吧 然后他这里这个名称之具 名称之具里面呢 就是就是明和 然后次具 还有呢就是明 具 问 就是这三个都已经包括了 就这样的话呢 好像有具足这个 十四个吧 就是得 非得 同类 无相 二定 明 根 然后相 就是分三个 嗯 再加上是明 具 问 定 就是两个分开的吧 你们自己算一下 应该这个具足 十四种 这个 不相 十四种不相应性吧 就是十四种不相应性 然后这个十四种不相应性呢 就是是略所 它这里这个 下面这个讲义里面 是这样讲的 不相应性有多少呢 就是不相应性 是共有十四种 即是得损 非得 同类 无相 二定 明 明是指的是那个 就是生命吧 就是生命也实际上是 他认为就是因为明呢 就是他不是是这个 他明他自己的本体来讲的话呢 他不是这个信法 就是他认为这个明不是信法 然后这个相和明成当 就是他灯子里面包括这个 明 他们有始终呢 一般认为这个明神 就是身体的神 明神 闻神 具神 就是他认为这个 人的这个名字 也是不是这个信法 也不是这个非信法 反正有一个室友的东西 我叫这个 什么东东拉摩的话呢 就是东东拉摩呢 就是他是一种 是旧母里面的 有一种 大瞌睡的人 就是这样一下子就 我知道 这是一种 这个非相应性的一种名称 就是因为这个是名称室友 就是没有这个室友的话呢 就是不可能是马上这个教兴 就是他认为就是这样的 还有这个文字啊 词句啊就是这些都是这样的 就是因此这个名啊 句啊就是文啊等等就是等 他所谓的这个意义呢 就是意思吧 就是意思的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包括所谓的破合合身 破合合身就是不相合 然后这个信心不相应之法 他这里这个破合合身啊 就是这些也是认为这个有始终呢 就是他是包括在这个不相应心里面 就是破合合身的话呢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破合合身的时候呢 就是乃至这个破合合身 为没有这个恢复之前的话呢 这个这个呃 在说破世界的众生的相续当中呢 不能生起三根就是 就是因此他就制止这个文面的呃 那阿比达摩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大乘阿比达摩里面呢 就是再加上呢就是十种这个不相应心 中共呢二十四种不相应心 这个是孟宝仁波切在智者入门当中 也是是有的 这个不相应心啊 就是孟宝仁波切智者入门里面呢 就是再加了一些这个 比如说他这里讲的是这个一身心 就是凡夫那个一身吧 就是那个 然后一身一身心就是本性的心 就是一身心 然后这个扭转啊就是扭转在轮回当中 就是那个扭转 再加上呢这个定义 就是定义吧 就是定义那个决定的定义呢 就是一体他体 就是那个呃 就一口同声的意义 然后这个相应 就是相应 就是我们这个相应五根的这个相应 还有这个世速吧 就是世事这个势力的世 就是势力强大 速呢就是快速的速 就很快的那个世速 然后这个次第 就是次第就是 他那个就是次第而来 就是次第 就是然后这个世间的诗 诗 还有这个方向的这个方 就是 还有这个数目的数 就是这个数目的数 然后这个和合心吧 就是破和合心 那个和合心 和合心 和合心就是有没有十个吧 就是如果有十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 加上 原来我们那个被指着入门 那个颂词的时候呢 二十四种不相应性 小乘呢 就是只承认这个十四种 然后再加上这个十种 这个大乘所承认的不公的 他们那个小乘的话呢 就是认为是这是真正的这个 实有的法 就是真正的这个实有的法 然后那个小乘里面 就是有部宗是这样认为的 这个进部宗呢 就是他们认为这个 这个信和就是非信 也就是说是信和无情法的 这个不同的氛围 就是不同氛围 是和安利的一种名称 就是进部宗呢 就是这样这个观点的 然后那个 威士宗以上吧 就是威士宗以上呢 他认为这个 这个阿兰耶士上面的 这个不同氛围 就是刚才那个进部宗的话呢 信和这个无情法的 这个不同的氛围 就是不同的氛围呢 加力为这个 加力为什么呢 就是加力为这个不相应性 然后那个威士宗以上的观点的话呢 他们认为是 这是那个什么呢 就是这是那个 信的这个不同的氛围 比如说我们这个敏根吧 就是敏根的话呢 我们终生在这个生存的时候 我的这个信是呢 就是存在的这个不同的氛围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 我的这个生命啊 然后刚才这个 所谓的这个德也好 或者是比如说方向啊 或者数目啊 就这些是人和事物呢 就是他有不同的一个氛围 就是所以他不同的 这个氛围的时候呢 就给他取名为 实际上是 取名为那个 不相应性 但孟宝伦伯齐 直至如梦那边呢 就是说是那个 如果我们大臣也是 不能这个全部认为是 全部是那个 邪见 就是 就是不能认为这个 所谓的这些不相应性啊 就是德啊 就是这些都是 不能认为全部是这个 有始终的这个邪见 就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我们这个 别解脱戒 也是这个很难以承认 就是孟宝伦伯齐是 因为这个别解脱戒 要通过获得吧 就是通过获得的话呢 我们认为这个德呢 就是完全是一种 这个有始终的 一种这个邪见的话呢 啊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因此希望大家 在理解的时候呢 我以前那个看过 有些将军事论的坎伯 也是是 这些客客声声的说是 这是这个有不宗的邪见 那也是有不宗的这个邪见 那我看我们这个 用的时候的名词呢 就是应该好一点的 不要造恶业的这种 邪见可能不说好一点的 这是有不宗的观点 就是观点就是不同的有 但是这个邪见还是正见 所谓的这个邪见的话呢 对众生这个 引入这个恶道的 这样的见解呢 就是叫做这个邪见 因此我想呢 这有不宗的这些论识呢 就是这不是有不宗的 这个邪见 有不宗的不同的观点 就是这一点可以做 这个达成的不承认的话 这一点也可以做 但是有不宗的这个 既然我们这个是 虚达成的 我们不承认的话呢 也是是可以 我们不承认 但是呢 我们不能认为是这个 他是邪见 就是比如说他这里 这个获得 就是到的话呢 我们认为这是有不宗的 这个邪见呢 就是这样的 这个一概夫人的话呢 我觉得这是也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因为这个这么啊 这个有不宗的这些论识们 也是没有一点秘义呢 就是不可能就是 创立这样的这个宗派 因为依靠这样的这个德顺呢 很多众生都是 从此而这个获得解脱 那么这样的这个观点呢 就是难道这个邪见吗 就是所以呢 这一点就是 与大臣不相同的一点呢 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多的 但是希望大家呢 在人世和谈谈的过程当中呢 不要这个磕磕声声当中 说是这是有不宗的邪见 就是啊 这个有不宗的 这个据事人当中 有不宗的邪见 特别特别多 我们不承认的这个邪见 但我们不承认呢 就是不一定是这个邪见 虽然我们在这个大臣 建立大臣的观点的时候呢 这个大臣的观点当中 是不能这个承认的 不承认的话呢 按照有不宗的 这个根基的众生来讲的话呢 一定是有这个名义的 一定是有这个帮助和利益的 因此呢 我们这个不能把它看成是这个邪见 就是平时我们辩论也好 希望你们这个 各个这个论识 在将近说法和理解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我们这个对大臣 有点的不相应的 有些释法承认的过程当中呢 就经常认为是 这是有不宗的邪见啊 就是这种说法是不太合理的 邪不邪见呢 我可能辨别不出来 就是有时候呢 就是外道的这个见解 也是到底是不是邪见呢 也很难说就是 因此刚才也讲了就是我们这个阿比达姆 这个小乘居士论当中呢就是讲了十四种这个不相应性 然后大臣阿比达姆里面就是二十四种 还有呢就是在佛经当中已经讲了这个七十种这个不相应性 但是这些呢就是一一都是在这里呢就是也是这个据不出来 有些讲义里面也是只不过是提了名字而已 就是说是佛经当中呢就是七百 我刚才说七十还是七百 七百就是七百种这个七百种不相应性 就有些佛经当中呢也提了这个 因为这个就是既然这个佛经当中有提了这么多的七百个这个不相应性的话呢 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个小乘当中的这个是四种这个不相应性的 就是不承认呢就这一点也不能这个不合理的 有时候呢我看这个据手论的有些这个现在的这个观点呢 就是跟那个现在的有些比如说这个心理学家或者是这个生物学家 就是他们的这个说法呢比较这个相同的 所谓的这个名呢就是也是这个室有的 比如说这个方向呢就是是室有的 时间呢就是是室有的 现在很多这个天文学家和一些这个理算学家 他们呢就是也是这个这样这个认为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时空呢 有些人认为是这个室有的 有些人认为是这个没有这个室有的 他们现在也是有些人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事件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室有的 如果事件就是不是室有的话呢 就是那么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白天呢晚上啊 就是这些都是无法分析的 所谓的这个方向呢就是也应该是有的 如果这个方向不室有的话呢 就是那么东来心碑呢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分的 就是因此自然的这个作用呢 就是没有这个祈祷作用呢 就是有些是有这种观点的 然后有些人认为呢 所谓的这个方向也实际上是加厉的 就只不过是灌带而已 我在这里的时候呢就是是这个 从这个灌带西方来讲 是我是现在在这个住在东方 然后这个灌带这个东方的人来讲 是我这个住在这个西方 因此这个所谓的时间也是是 真正这个实际上观察的时候也是不沉溺 所以就我像是现在的有些人 也是这个判断的方式方面 基本上是这个相似的 因此他这里呢就是不相应性的略说呢 就是这个14种或者是那个14种 或者呢就是说那个24种吧 就是这样来讲的 下面就是广说 就是广说呢就是分一个七个啊 就是分七个 然后七个当中的第一个呢 就是德顺这个费德 就是德顺与费德 那么这个呢就是真实宣说德顺费德 和宣说毕之特法 就是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真实宣说这个德顺费德 他这个他们有始终呢 就是认为是这个德和费德呢 就是一种这个释法啊 就是刚才前面也讲了 那么首先呢就是讲这个德的分类 然后这个费德 德和费德呢 就是他的这个特法吧 就是他就这里面就是应该这样分的 他说这个德有心德与具德 就是德呢就是有这个心德和具德 就是德呢就是有这个心德 他那个德呢就是也可以分就是 德呢就是有心德得到的 还有这个他自己相续呢 一直存在的就是这个具德 就是有两种 然后这个德顺与费和德 就是费和德费和德呢 就是他那个德和费德呢 就是全部是属于自相续所舍的 就是均为自相续所舍 然后阿众密法耶夫上 就是前面不相应性里面讲的 阿众密法就是这个德和费德 也实际上是他属于在这个不相应性 就是也属于不相应性 不单是属于不相应性 而且呢就是他是属于什么呢 就是相续这个色素的 就是在宋词里面是这样讲的 然后下面我们这个不相应性里面的这个德呢 就是他的这个分类 就是他德的分类呢就是有这样 既然说一切不相应性者 德与费德与同类 那么什么是这个德顺与费德呢 什么是这个德和费德 那么第一个是这个德吧 就是德呢 德顺呢就是实者 德者发于菩提切勒 所能具有之物之 就是他们这个优势宗呢 就是这样认为 就是他这里这个获得的这个 所得的释法吧 就是所得的释法呢 就是在菩提切勒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就是使他这个具有 使他具有的话呢 那么这个叫做是德顺 也这个叫做呢就是实获得 有时候看他们这个优势宗的这种德顺呢 就是真的有一点这个意思一样 尤其是我们可能有些刚这个入佛门的 就这些人呢就是他认为这个德顺 这个真实存在的话呢 就是这是很相应的 他们呢就是应该是很会理解的 就是他这里德呢 就是指的是那个所得的释法 在菩提加勒的这个相续当中来说 是这个具有的一种实质物 就是他们认为是这是一种实质物 我刚才也讲了 凡是这些不相应心呢 就是有时候全部认为是 它是一种这个释法 就像是现在这个无理学家呢 就是他认为这个很多东西呢 就是是这个室友的东西一样的 就是他认为是这个知识室友的 如果我们做分析 那么这个德呢 就是则有这个心德 就是他就有这个心德 心德和那个心德和具德 就是他中德来分的话呢 就是刚才前面也讲了 就是他那个德呢 就是有这个心德和具德 然后这个心德和具德呢 就是他就可以分两个方面 就是心德呢 就是可以分那个两个 然后具德呢 就是分两个 还有呢就是他宋词里面 不是很明显的 就是本有的这个具德吧 就是但这个具德里面也可以包括吧 就是他那个具德的话呢 就是也可以分两种 就是他这样讲的 中共呢 这个德呢 就是分五种 就是这个德法的 这个分的五种呢 就是大家也应该清楚 他这里第一个呢 就是则有心德约 第二则那一和详细 具德两种 就是意思是心德呢 就是我从来没有德过的 就是叫做是这个心德 比如说我不是这个德的法 就是不叫这个 他的中间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一样 比如说我今天呢 就是获得了一个 这个 就是获得了一个东西 就是那么获得的东西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 比如说我今天呢 就是获得了一个 一万蒜奶 就是一万这个蒜奶 一万蒜奶的话呢 这个这个蒜奶呢 就是叫做是索德就是 然后我呢 就是叫做这个菩提切勒 然后我要这个 获得这种蒜奶的话呢 实际上是我和这个 一万蒜奶之间呢 就是有一种这个德法 就是那么这个德法呢 就是没有联系的话呢 就是我不可能得到的 就是所以我和蒜奶之间呢 就是有一种这个德法 就是是有这个存在的 就是这样认为 但是这个德德呢 就是有两种的 一种呢 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德过的 一个东西呢 就是叫做是 就像我们这个 有些人基层当中 从来没有合过蒜奶的话呢 就是基层当中 就是你如果获得的话呢 就是这叫做是这个新的 就是你从来都是 没有得过这个蒜奶 但是无始以来都不好做 也许你呢 就是以前都是 变成一个那个牧民 就是然后这个获得过蒜奶 但是对今生来讲的话呢 就是确实自己也知道是 我不可能就是获得过蒜奶 就是那么这个叫做是这个新的 就是那么这个叫做是新的 然后呢 那个这个具得的就是新的 新的呢就是这样的 那么新的呢 它有这个这个 这个为时新的和 就是它那个意识新的 就是它就两种吧 就是为时新的的话呢 就是它从来没有得到 而重新获得的 这叫做是为时新的 然后这个意识新的的话呢 就这次是虽然我新的 但是呢 我以前也是得过 只不过是中间已经失去了 就是所以它这个德呢 就是分的这个两种 就是它这个德呢 就是新的呢 就是也可以分两种 就是一个是为时新的 一个是意识新的 就是 然后这个具得的话呢 就是也是可以同样 就两种 一个呢就是为时的这个具得 一个呢就是意识的具得 就是这个具得的话呢 就是也可以分两种 就是也可以分两种 它这里呢 就是说就是其中呢 就是新的也有两种 就是这个具得 我刚才讲了 这个什么叫做个新的呢 就是新的是 我刚刚就是 以前没有得过 就是现在得的话呢 就是这叫做是这个新的 然后什么叫做是具得呢 具得的话呢 就是我这个得到了以后 就是然后第一查了以后的 这个项需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具得 比如说我今天呢 就是从来没有获得过 这个今天已经得到了一万算了 就是这个叫做是这个新的 然后呢就是第一查了呢 就是这个时候的就是 这个得呢 就是叫做是新的 然后第二查了以后呢 就是在我的项需当中 已经这个换来的这种 这个获得已经有了 那么第二查了以后的话呢 在我的相续当中的这种得呢 就是叫做是具得 就是具得 当然这个算呢 是不是一直这个具足呢 就是但这个有两种说法 下面的时候我们也具足 有些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相续当中 是一直这个存在的 有些呢就是相续当中 就已经获得过一次 然后把它失去了 但是他的这个得孙呢 就是一直这个连续不断的 这个方面呢就是 当然下面可能有时候呢 就是这个得孙有没有这个得孙呢 得孙的得孙和得孙的非得 然后得孙的这个心得和得孙的 具得的德孙和具得的心得 就这样分析下来的时候呢 有时候还是这个比较麻烦 因此为什么很多人呢 害怕这个具实轮的这个得孙呢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这个必须要 我们这个要这个动脑筋 就是一个人呢就是应该要这个准备 就是五个脑袋 就是然后就是有些是装那个心得 有些是装那个具得 有些呢就是装那个 什么这个这个为时心得 有些是装意识心得 有些呢就是装那个意识具得 有些呢就是装那个 什么这个为时那个具得 就是还有呢就是本有得 就是等等就是 然后非得呢就是也具足很多很多的 所以这些呢应该要分析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其中这个心得呢就是也有两种 它是两种是什么呢 就是为时心得 就是为时心得 为时心得呢就是他这里这样讲的 即一千从未曾得过之心得 如生其见到无路的第一刹那时 之这个得与得之得 就是得与得之得 就是他这里 这样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从来没有获得过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这叫做是这个心得就是为时 就因为从来没有获得过嘛 也从来没有获得过的一个心得 从来没有获得过的心得是什么呢 就像是这个一个凡夫人呢 从来没有获得过这个无路道 就是见到就是从来没有获得过 然后就是他获得了就是无路的 就是第一刹那 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见到的第一刹那 见到的第一刹那的时候呢 那么他从来都是没有获得过 也没有失去过 没有失去过的这种得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心得之得 然后他的这个得和得之得 就是得之得的话呢 就是他得到以后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法 就是所以呢 就是这叫做是 也就是说他这里这个见到的第一个 无路法的这个刹那时候的这个得孙和 还有这个得孙的得孙和 得孙的得孙 得孙的得孙 就是这些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 包括在这个就是得法里面 就是包括在这个得孙当中 就是这是那个 就是当然这个第一得孙有没有得孙 第二得孙有没有得孙呢 就是一般在辩论场所当中 不管是格鲁派还是那个 这个尼玛伯吧 就是有些这个辩论场所里面 很多这个辩论比较这个就是很有这种 辩才的人呢 就是辩起来还是特别这个好听 就是有时候呢 就是这个亭子呢 就是已经这个就昏途转向 就不知道是什么呢 就是到底是在说什么 有时候这样的 就是这个就叫做是这个 唯识性的 就是唯识性的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适合性的 适合性的呢 以前得过 适合后重新获得 以前是虽然得过的 但是后来呢 就是已经失去了 就是再重新这个获得 就是这叫做是 适合这个性得 这个是什么样呢 如欲界的菩提戒乐 相续中生起的禅顶 也无色顶 琐瑟的善法舌 彼者得与得之得 就是他这里 就是 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欲界众生的众生吧 就是我们这个欲界众生的 这个相续当中 获得了一个禅顶 或者是无色戒的话呢 实际上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三界人会的众生呢 就像是品种的密封一样的 就是在这个三界当中 都是一直扭转过的 三界当中是一直扭转过 三界当中一直扭转过的话呢 那么我们以前获得过这个色戒的这些餐顶没有呢 色戒的餐顶肯定我们得过的 然后无色戒的这些餐顶呢 就是无色戒的餐顶一般是有时候这个 就是四万戒啊 就是六万戒啊 就是这些戒当中可以入定的 那么这种餐顶也实际上是我们以前得过的 但是可惜呢就是我们因为没有断出这个根本的烦恼 后来呢就是把这个餐顶呢已经这个失去了 就是已经这个退市了 退市以后呢 我如果现在呢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时间到这个修辞 然后获得了一个无色戒的餐顶的话呢 那么这种得呢就是是一个新的就是 但是这种新的呢是以前也是得过 只不过是中间已经这个失去了 就是中间已经退市了 所以呢就是这叫做是世后得顺 就是世后新的 那么世后新的呢 余界的一个众生呢就是获得了无色戒和色戒的这种餐顶的三法的时候的 他的得和还有这个得之得等等等等 就是这个是刚才那个新的呢就是分两种 就是分两种这个一个是世得和还有那个世后这个得顺就是两种 然后这个具德呢就是具德呢也同样的分两种 就是具德是指的是此相续 具德是者由彼等从二刹那以后得顺持续产生 就是他那个二刹那以后这个持续产生吧 就是比如说刚才那个获得了无路智慧 就是第一凡夫人呢就是获得了就是剑道 获得了剑道就是刚刚你获得的这种剑道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新的就是 然后第二刹那经以后的话呢 就是一直这种这个就是叫做呢就是就是为时巨的 就是因为从来都是没有这个得到过 就是阿萨拉以后的就是他的这个相续当中的得呢 就是叫做是为时巨的 就是为时巨的 然后呢就是为时巨的 然后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欲界当中的这个众生呢 就是生起了这个色戒和无色戒的餐顶的话呢 第一刹那经呢就是获得了这个世后新的 然后第二刹那经以后呢在他的相续当中的这种得顺呢 就是叫做是那个世后巨的啊 就是世后巨的就是这样来分的 就是这个路德文文的那个这个诗文里面都是没有 但是后面就是也就是加的就是分为这个为时新的 为时新的之巨的和 然后这个世后新的之巨的就是巨的呢 就是分两种 这是一个本有之巨的 就是再加上就是刚才前面知道吧 就是那个新的呢就是分两种 巨的呢就是分两种 再加上是那个巨的啊就是具有的这个本具有的德 就是他这个本具这个巨的的话呢 应该是从他本性方面分的话呢 就是他就分两种 就是这个巨的呢就是 就是前面的巨的应该这个分三种 就是按理来说的话呢 就是巨的都是分三种 然后巨的分三种呢 就是他这里这个两种也可以说嘛 就是刚才如果这种分析方法的话呢 就是这个是第二也可以 因为刚才那个宋词里面说的是新的和巨的 这个德呢就是分一个这个新的和巨的 就是这样分的 本有之巨的 主凡夫未曾生起摧毁有顶烦恼对之 而本有的巨的就是公为这个五种 就是我们这个凡夫人的话呢 就是他就从来没有生起过这个有顶 这个有顶的这种烦恼 知道吧就是我们这个无色界上面的 这个最高的这个有顶的这种摧毁烦恼的对之的智慧 对之的这种餐顶呢就是从来没有生起过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如果是你的这个凡夫人的相续当中 生起了初世间的这种五路法的话呢 这个时候就是有顶的烦恼呢就是可以摧毁 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已经这个成了这个圣者呢 就是不是这个成了凡夫了 所以呢就是在凡夫人的相续当中 不可能生起了圣者的这个智慧 如果生起了圣者的智慧的话 那你已经成了这个见到了 这个不可能生起的 然而凡夫人呢 一时间到来就是不可能断除那个有顶的烦恼 就是所以有顶的烦恼呢 就是任何一个凡夫人呢 他从来都是没有这个摧毁过 就是因此这个呢就是叫做是本具 什么这个本有之具的就是凡夫人的这个凡夫 也就是说一个凡夫人呢 就是从来都是没有生起过有顶 其他的这个餐地呢就是在我们的相续当中 除了有顶意外的 其他的三界当中的这些餐地呢 实际上是也这个产生过 但是按照这个据舍论的观点的话呢 这个有顶的这种这个摧毁 有顶的这个烦恼摧毁的这种餐地呢 就是我们这个相续当中是没有这个产生过 原因呢我刚才也讲了 初时间的这个见到的智慧也不可能生起的 如果生起的话 他就已经变成了这个圣者了 然后这个时间到当中呢 就根本没有一个摧毁这个有顶烦恼的 这个就是这个对质啊 就是这样的智慧呢 就是是没有的 因此这种德顺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本有之俱德 就是本有之俱德 是这个本有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